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与当前事件 人物或地点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 否在是 无论是否真实 都纯粹是巧合 是作者狂热想象的产物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请使用耳机 尽管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享受内容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将告诉你 去年12月24日 在我家举行的典型的平安夜晚餐 我希望今年按照传统 会飞 长相似 让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一重大事件的主人公 我的父亲 他一直在当老师 今年他不工作了 因为政府推出的新课程 要求他交面授课程 自从多年前得到这份工作后 他一直在附近的酒吧 给人上私人课程和辅导 据社保医生说 他认为这份工作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于是辞职了 所以他现在失业了 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社保 医生也是他在最近关闭的邻家酒吧的朋友 同事和最好的学生之一 至于我父亲的医生朋友 他与学校校长和他的心理教育团队勾结 通过伪造处方向孩子们的母亲推荐有必要服用某种类型的药丸 以避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该药丸由该医生独家销售 我的父亲按照他每年的惯例 负责为每个人做晚餐 我从来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真的喜欢烹 认艺术 还是因为他花了整个晚上吹嘘他的烹饪技巧 同时通过幻灯片 视频 概念图的演 是向参加晚餐的每个人解释原料 在哪里买以及如何做这一切 他称之为毕业考试的反馈 练习 你必须通过八分以上才能吃晚餐 迄今为止 我们都通过了测试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都不乏巨大的努力 我不想想象有一天有人没有通过测试 或者敢于告诉你 晚餐时唯一明显的气味是他们的口臭 伴随着口臭的是能够打翻一匹马 我是说一匹马 一群马 只需一声叹息就可以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则按照日历上这种重要日期的惯例 不止餐桌 她用桌布和相应的配套餐巾来装饰 上面有精致的刺绣和复杂的西洋毛线 是她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祖母亲手做的 这块桌 不对整个家庭都有很大的感情价值 因为我们都认识到祖母为制作这块桌布所付出的辛劳和岁月 以至于这块桌布已经成为家庭传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同样 作为圣诞礼节的一部分 我母亲花了几个小时以最精致和详细的方式装饰餐桌 安排 淘气 玻璃器皿和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餐具 她几乎以毫米级的精度安排和调整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在她母亲那边 以热衷于圣诞气氛而在家族中闻名 这就是为什么从十月开始 她就致力于装饰圣诞树和耶稣诞生的场景 用她的信用卡在市场上寻找新的作品 球体 灯光和尽可能多的微型模型和人物 18个月后她才完成支付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也是母亲那边的 每年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 因为她专门在电话里批评每个人 以准备圣诞节的气氛 根据我的观察 今年 祖母似乎连续三个月都在散布消息 她有证据 照片和视频 显示家里有婚姻出轨 在12月24日的晚宴上 她有明确的意图说是谁 在我祖母的邻居中 他们说她失去了双耳 在一次街头斗殴中被人用黄油刀割掉 原因是她与另一个女人争吵 说有多少男人冒犯了他们 以至于因为这种犹如人格和难以忍受的羞辱 而哭泣 由于其粗暴 良心上难以承受 尽管两个女人在争吵后都认识到他们值得拥有这些耳朵 我的妹妹 我可以告诉你 当我妹妹13岁时 或者根据流言蜚语 说是12岁时为了庆祝她的第五次货地 六次怀孕 她在停在附近购物中心黑暗停车场的一辆摩托车的后视镜前 用偷来的二手钻头 在自己的额头上闻了圣母玛利亚 上面还有海绵鲍勃勃的脸 由于我姐姐对她的脸部造成的伤害 她将需要终身大量和定期的摄入动物来源的雌激素和高丸激素的混合物 根据她的医疗报告 她强迫性的消费这些混合物 她的医疗报告将她归类为造狂和抑郁的双激 这种荷尔蒙混合物是通过我父亲的医生朋友在黑市上获得的 她也致利于从监狱里通过手机诈骗 她在监狱里因电话勒索而服刑 更严重的是她勒索的对象是 那些和母亲一起来到她办公室寻找药片 以缓解学校校长和心理教育团队发现的多动症的孩子 我妹妹一年前结婚 在婚宴上做出决定 和她的丈夫 她的母亲 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哥 自的伴侣和孩子一起搬到婆家去住 他们住的房子里的房间 是以每个房间的水泥墙上涂鸦的类型来区分的 好吧 在她的婚礼当天根据我姐姐在为她的婚姻联盟住酒词中的说法 她有坚定的意愿希望享受自由亲密和个人独立 这是她在观察了她的新公婆后做出的决定 而有些人甚至把汤盘放在口袋里 其他人则从汽车的靴子里偷偷拿出饮料以适度的价格提供给路人 宴会的费用完全由新娘的家人支付 在我姐姐决定与她现在的丈夫结婚后 她的房间里现在放着一个鲜红的新型水床垫 她的小床曾经在这里 旁边是一张红木书桌 上面放着一台电脑 上面有一个条形码 上面写着社会保险的物质财产 我的小舅子 我的姐夫仍然为一家连锁超市的工人子女担任儿童运输司机 众所周知 他患有帕金森病 并对鸦片制剂 安非他鸣和抗疫欲要上瘾 他经常在开车前将这些药物与90度的酒精混合 在这方面 我的姐夫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 而且经常因为是他公司里最负责任的工人而得到奖励 该公司在一个腐败的制度下运作 公司的国家子公司向地方当局申请许可证 作为回报 他们保证了所有工人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 并通过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发放更多的商店建筑许可证 允许他们违反现有的建筑和土地使用法 尽管有数百个可疑的付款证据 但这一点不容置疑 这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更关心的是损害控制而不是纠正问题 另一方面 我在这个城市是单身 在这里 年轻人和老年人唯一的乐趣就是出去寻找没有感情或责任的关系 通过移动应用程序 个人资料照片是虚假和欺诈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 由 于我是一个单身男人 每年我都会带一个新的伙伴来我家 今年我决定带一个我在一个酒吧 组织的聚会上认识的朋友来 这个酒吧因为一个顾客的账单未复 而导致液体不足 即将关闭 至于我的新朋友 我不得不承认 我记不起他的脸和他的名字 因此 在简单介绍了家庭主人公后 我开始讲述晚宴上发生的事件 自从我父亲在大约八个月前失去工作后 我父亲养成了待在家里的习惯 邀请他的朋友来观 看租酒比赛和体育赛事 他们今天仍然可以享受这种乐趣 因为除了路灯有店连接外 他的邻居也有互联网连接 而二十四日晚也不例外 于是下午三点左右 他们的朋友开始陆续到来 在笑声和欢迎声中 显然是为了炫耀他们带来的酒瓶 就像体育比赛决赛中的奖杯一样 然后他们在我们房间里的巨大扶手椅上坐下 这个扶手椅曾经是我父亲的医生朋友的社保办公室 这个扶手椅可以舒适地容纳15个人 朋友们的仪式总是以啤酒 成带的土豆和各种坚果开始 一旦这第一幕结束 他们将开始第二幕 用每个人的口味的酒精 先是短饮 在几乎空的杯子里加冰 然后转向几乎满杯 尝饮 时间零星 没有任何含水的东西 正是在这部分循环中 每个人都成为了终生的伙伴 每个人都非常爱对方 把对方当作最好的朋友来欣赏 下一步是喝所有的东西 不再是在餐桌上 而是在屋里 不顾一切地直接分享瓶子 没有任何玻璃 现在只剩下散落在各处的玻璃碎片 在那里 按照惯例 其中一个同伴会从激烈地讨论变成殴打 第四目是爬到卫生间跳渡皮舞 在墙上撒尿 在隐藏失去平衡的情况下 再次下楼 抱着扶手 要求吃东西 第五次包括睡在沙发上 都是堆在一起的 第六次包括第二天晚起 重复之前的步骤 今天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仪式不得不改变 因为每个参加晚宴的人 都必须提前交上一份个人菜单 写上他们的烹饪偏好 以便提醒我的父亲 他在活动前的三个星期里 在我姐夫工作的连锁超市里 为他们想为朋友们订购的 每一道美味佳肴寻找最佳价格 我解释说 当我说最好的价格时 它是我父亲认为最公平的价格 这不是别的 而是免费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之前和他的朋友 社保医生商定 利用我姐夫室指定 司机的连锁电工 人的孩子 在孩子们的背包和口袋里 装上晚餐的必要材料 在与儿童学校的校长和心理教育 团队达成协议之前 他们会将购买的部分产品 捐赠给非盈利性援助协会 以换取虚假的发票 然后将发票交给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由他来证明高于常规的支出 并从中获取所谓的权 不采购金额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但计划就像与美女的约会一样 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第一件意外事件 客厅的桌子 被母亲辛辛苦苦摆好的餐具占据了 此外 我 祖父那天还打起了主意 想把圣诞树和耶稣诞生场景 及其所有成员和人物搬到电视前 在我父亲的朋友中 因其特殊个性而脱颖而出的是 大家都叫他小圣诞树的人 因为据传他有 求做装饰品 圣诞树 他每次喝酒 而且喝得比河里的鱼还多 他的脸就变得没有精神 他往往张着嘴吃东西 显示出他比盲人的狗还饿 同时他做着奇怪的鬼脸 动作有时似乎不由自主 因为他做这些动作的速度很快 同时伴随着嘴唇的抽搐 像果冻被摇晃时那样摇晃 这名男子坐在轮椅上 有氧气辅助和永久性导管 这并不妨碍他 吹嘘自己总是在没有警告的 情况下 第一个打人 他是个魁梧的男人 脸晒得有黑 似乎想象外突出 脸颊几乎垂到肩膀 脸上的皱纹像拖拉 积得离在粗糙的土地上 画出的深沟 皮肤像生锈的铁一样红 眼睛似乎埋在两个超大的洞里 像餐厅的托盘 让人很惊讶 正如我所说 圣诞树先生戴着一个 绑在椅背上的探针 和一个戴面罩的氧气瓶 尽管我应该成 清 他脸上的古包 不是由于塑料面罩造成的 恰当的是 当人类的圣诞树意识到 他在电视前的存在时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 并表现出他总是先下手为强 毫无征兆地抓起我祖父装饰了 三个月的圣诞树 以极端的暴力将它扔 到他准备吃饭的桌子上 我母亲还极其精确地 将它放在一个地方 让它找到所有的淘气和玻璃制品 我父亲的朋友们看到这种对圣诞树的力量和技巧的展示后 立即从他们安静地坐着的扶手椅上站起来 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并鼓掌 就好像这是对方球队最后一分钟的点球失误 标志 这缩选球队的胜利 事实上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鼓掌的声音太大 以至于他的手腕和双臂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骨折 不得不被紧急送往医院 很明显 如果说之前的行为看起来像是对方漏掉的点球 那么这位双臂骨折的朋友的窒息盒 扭动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 一个对他有利的点球被打尽了 在越来越大的喧闹声中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其中一瓶掺甲的酒飞了出来 打在桌布上 从那里开始冒烟 同时起火 这是洒出的液体中含有的酸的结果 烟雾变得如此之浓 以至于氧气面罩在抬起圣诞树的过程中丢失了 为了呼吸 他把已经狠 宽的鼻子扩张到 我攥紧的两个拳头 可以安全地塞进每个鼻孔 我的祖父做了一个愤怒的表情 并趁机把组成耶稣诞生场景的 所有小牧羊人和动物 总共有二百多个都塞进了圣诞树螺 路的洞里 那一刻 我的母亲尖叫起来 干得好 但我的祖母看到她年轻时 亲手制作的桌布在火中燃烧 她压抑着怒火 抓起挂在圣诞树竿上的碳针 用她在轮椅后面找到的砍刀狂砍 然后她一口气喝下了里面的东西 这一举动留下了和平与爱的潜意识信息 我父亲兴奋的朋友们立即接收到了这一信息 他们迅速像好孩子一样 坐回了沙发上 开始安静而平静的聊天 正是在这个表面平静的时刻 我被介绍给了我假装向家人介绍的那个朋友 她是我在一个酒 把组织的聚会上认识的 这个酒吧因为没有付钱的顾客 没有现金而关闭 我至今不记得她的名字 不过我记得她的脸 这显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她的痘痘有恶力那么大 被切成两半 所以这个东西似乎有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通过一系列的脉动发出生命的迹象 给人的印象是她正试图从自己的脸上蹦出来 一个穿着单件紧身高档黑色漆皮内衣的女人 穿着同样材质的过膝长靴 领口看起来比冷战 湿气的边界还大 她一进来就看到我父亲的朋友们 像野兽一样不间断地喝酒 甚至没有时间在酒杯之间呼吸 就坚决决定用一种比异国情调 更典型的部落仪式的舞蹈来炫耀 看到我父亲的所有朋友都在喝酒 在一杯酒和下一杯酒之间 甚至没有时间呼吸 这位女士兼定的决定炫耀一下 这立即吸引了沙发上喝酒人的注意 喝酒的人除了仔细观察即兴的舞者外 并没有停止喝酒 所以有时会有分心的余地 那个穿 这单件薄儿紧身的黑色漆皮 内衣的女人趁机从她们每个人的钱包里 拿了一点东西 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有理由希望她们中没有人记得第二天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她们也确实如此 几个小时过去了 当黄昏开始降临时 我的姐姐和姐夫出现在我家 当我妹妹看到那个女人穿着那件紧身的黑色漆皮 幻想内衣时 在羡慕之余 她抢走了她正在仔细数的所有钱 同时一言不发地迅速转身 设法将膝盖埋在那个女人的胸口 而由于这种残酷的冲击 这个穿着黑色漆皮靴的大乳钩女人在十米内旋转了三圈 向后跳了四点五圈 在不到十秒的时间内倒在地上 双臂以屈膝的姿势成功撞身出 这种不尊重进一步激怒了我姐姐 她对此无能为力 因为我姐夫带来了一个喷泉 喷泉中央放着一个胖乎乎的男孩的身影 她看起来正在小便 而我姐夫安排的液体流逝24年的微视剂 这是由于连锁超市的首席采购员 给她的佣金 用于运送员工的孩子 她的口袋里装满了我 父亲当晚订购的晚餐材料 那是一个喷泉 在我父亲和他所有的朋友看来 就像沙漠中的绿洲 让他们沉浸在似乎是神 蜜的幻觉状态中 姐夫带来的喷泉 引起了圣诞树先生的极大喜悦 他在发出强大的冲动后 通过肌肉发达的手 必将所有的力量传递到轮椅的金属环上 圣诞树以突然但精确的动作 以非凡的速度和力量走向喷泉 他甚至没有时间以任何方式注意到 在那个喷泉周围有一个十厘米的边缘 幸福的液体还在从那里涌出 这个人是如此疯狂 以至于他甚至没有时间注意到他面前的障碍物 这导致他猛地摔倒 他脸朝下倒在唯一可能嵌入胖男孩的窗台上 我清楚地记得 我的祖母虽然对圣诞树 对他的手工桌布所做的事情非常生气 但当他看到这种灾难性的景象时 第一个发出了赞叹 我的天啊 这个人要淹死了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看着他越提越起劲 他把头摇来摇去 想把他的头从胖子的腿上拿开 甚至用胳膊和手抓住胖子的大腿 但没有用 对此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立即做出了反应 好在我们买了一个后面有备用轮子的轮椅 因为其中一个轮子已经被撞得无法使用 这是假的 这把椅子是由一位政治家捐赠的 他被带来喷泉的人工作的连锁超市贿赂了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政治家把轮椅送给了圣诞树先生 以换取他在市政选举中的支持 这样他就可以在附近广场的公共活动中 把他作为吉祥物展示 这是一种团结一致的行为 证明必须投资于高速列车基础设施的税收是合理的 而作为赠送椅子的交换条件 他只要求我们这些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发放电子卡 以便邻居们可以在带来喷泉的人工作的连锁超市购买 从而确保整个社区在同一选区的三个不同的投票 占为他投票以用该电子卡购买飞机抽奖门票的可能性作为诱饵 随着这次谈话的进行 圣诞树的哭声越来越大 而且非常响亮 真的可以撕裂灵魂 因为它们表明了圣诞树的巨大痛苦 为此 大家选择了集体行动 在场的一半人抓住了圣诞树的一条腿 另一半人抓住了另一条腿 从而全力拉扯 试图解开受害者 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 因为圣诞树的头仍然完全嵌在胖男孩的腿上 而后者也不断踢腿 并比以前更有力的挥舞手臂 厄运似乎笼罩着整个局面 仿佛宇宙中所有的星星 在吸引力法则下都在密谋 让它变成这样 直到我的祖父 他也要和圣诞树算账 建议我们拿一根绳子穿过露台 从我们住的五楼 然后把它牢牢地绑在树的腿上 把绳子的另一端传到外面 我祖父把它的卡车停在那里 从而把它和机翼连接起来 我的祖父上下车后 立即启动面包车的引擎 把它调到道档 拉动连接在阿波利托腿上的绳子 面包车开始轰鸣 将绳子拉到最大阻力 由于圣诞树的重量 前轮在历青路面上打滑 导致车尾左右摇晃 最后 经过几次加速 圣诞树先生射出车外 被扔到房间的对面墙上 摔到地上 弹了起来 被拖下五层楼 来到面包车上 车头撞到了前轴杆 结果在我祖父的德国面包车上出现了一个笼罩着的和平标志 标志着生命 所以 在我们都为这样的壮举干杯后 我父亲在晚餐时免除了大家的考试 为此我们都在此 干杯 我妹妹也为之干杯 因为那一刻她决定回到我们家和她的公婆 她的丈夫 她的母亲 她的弟弟 以及他们各自的伴侣和孩子一起生活 在干杯和干杯之间夜色从我们身边流逝 如果你喜欢这段叙述 请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访问我的频道 在那里你会发现很多内容 我将会上传更多短篇幽默有声书